考古学家根据已经发掘出的六角龙手楼金碑确认 今日在本市郊区发现的遗迹是古代龙手国的宫殿 后续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这将是近十年来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 龙手国的宫殿 里面一定还有更多宝贝 爸爸 你怎么了 要不是十年前的一念之差 你老爸我已经是文明世界的著名的考古学家了 考古学家 当年我把那部夺宝骑兵大冒险的电影看了二十八遍 我梦想着跟琼斯博士一样 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里发现一处又一处宝藏 但是 怎么了 自从遇到了你妈妈 爸爸别难过 妈妈她肯定也会支持你的 因为你妈妈当年热爱无线电 为了支持你妈妈 我牺牲了我的考古学 爸爸怎么了 不开心了 爸爸心里有遗憾 哈哈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爸爸办吗 让我想想 有了 兰兰借你虚拟现实投影一意用 我们帮爸爸完成心愿 真的 你确定能办的 终于拼好了 别光顾着玩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一定没问题 可是 我也热爱我的拼图啊 拼图有什么意思 赶快过去看看 有好事 你也别落下 好吧 深深秘秘的 到底要给我看什么呀 这不是 虚拟现实投影仪吗 对 爸爸 今天我要请你和我们 一起玩个体验游戏 真的 没错 现在就开始 请爸爸闭上眼睛 不许偷看哦 不看就不看 现在可以撞开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一个虚拟现实的考古现场 让爸爸圆一个年轻时的考古梦 像真的一样哎 当然是真的 我就是你的考古向导 兰兰就是你的小助手 还有我 好吧 允许你再做一次跟屁虫吧 考古发掘的第一步 是用洛阳铲 确认遗迹记的位置 这会儿我在行 这么细的铲子 要挖到什么时候 还不如我用手刨呢 这个我知道 要是颜色不一样 就说明这个土层 接近一只所在的位置 好玩 我也来试试 这个还不简单 挖挖挖挖挖挖 使劲挖 大家快来看 泥土变颜色了 哇哦 什么吊到的 考古发掘的第二步 是把现场分成一个个方形的区域 然后以区域为单位 分工发掘出一个个深坑 这个过程叫做发掘探方 累死了 看来考古游戏并不好玩 是啊 考古我就是个枯燥的工作 哈小龙 你都已经挖这么深了 一想到这个下面有宝贝 我就充满了干劲 你们看宝贝来了 原来是个破瓷片呀 这是一块瓷器碎片 我们已经接近一迹所在的土层了 接下来的就是清理工作 大家用毛刷清理时要小心些 并且分别记录好出土的位置 今天的成果很不错啊 都是些破碗破罐 根本不是宝贝 哈小龙 这些就是宝贝 你今天贡献很大呀 哦 算是吧 可不能小看这些破网罐哦 我们还要记录尺寸 样式 而且还要修复它 我们先来分下工吧 好无聊啊 古墓呢 惊险的机关呢 你说的那些都是电影游戏里的 现实中的考古工作就是很无聊的 但是了解你们地球老祖宗的生活和历史挺好的 你太厉害了 哈小龙 你真了不起 一点都不能 就跟玩拼图一样 哈小龙 原来你有考古基因啊 并不是恐龙基因 我们家出了一个小考古学家呀 我 我也没做什么 醒醒 怎么了 挖到宝贝没有啊 挖 挖到了 大家都在表扬我 还叫我考古学家呢 平时他们没少批评你 算扯平了 你赶紧去龙首国遗迹 也挖个龙首流金杯来 不行 考古学家要保护遗迹 保护文物 只有盗墓贼 才会去偷宝藏 你什么时候变成乖宝宝了 别犯傻了 你的祖先是恐龙 是要征服地球 称霸宇宙的恐龙 啊 征服地球 称霸宇宙 对 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 挖个金杯 算是练练手 好像有点道理 别犹豫了 快跟我走 好吧 进不去啊 找个没人的地方 翻墙过去 好吧 笨蛋 翻个墙都不会 除了贫图 你还会干啥 什么时候说 一击范围有大又小 说不定在围墙外面挖 也能发现宝藏呢 有道理 那就动手吧 是龙 没挖到龙手碑 挖个龙手碗也不错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定可值钱 先带回去再说 这是文物 不能占为己有 你怎么又忘了 以后地球都是你的 拿个碗算什么 好吧 考虎学家 在龙手国宫殿遗址陆续发掘出许多文物 这些文物不仅制作精美 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还原古代龙手国的文化习俗 也有着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真漂亮 食物一定比照片更漂亮 这些文物以后都会送进博物馆展出的 到时候我们去博物馆参观 想着博物馆里 放着我们辛辛苦苦挖来的文物 就是为了让现代的人 都能了解到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考虎学家真是了不起 你拿着龙手碗要干嘛去 我要把它放在博物馆 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们挖到的 龙手碗是我们的 这个是文物 属于博物馆 我可是个考古学家 不行 是我们的 不能拿出去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我在龙手国遗迹的边上 挖到的龙手碗 是吗 你们叫什么呀 这这就不是什么龙手碗 你看 骨手哪来的博物馆呀 这就是个普通的瓷碗 白忙活了一场 哈小龙 虽然这不是文物 但是你不光掌握了考古技能 还学到了考古学家的责任心 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了 这次就让真正的考古学家来把考古学技能传送到比铃星吧 爸爸 爸爸 往左边 再左点 高点 下头 好嘞 高点 快点玩 对不起啊老婆 你们你们气死我了 你赶快进屋休息 我这就去做饭 做三个月的饭 老婆你好好养伤 我还要出去见个客户呢 马上就到点了 怎么办呢 老婆 别生气了 我好歹也学过画画 让我来给你化妆吧 保证你漂漂亮亮的 你给我化妆 行不行啊 一定没问题的 这里的尺寸比哪里短了五毫米 这里角度还可以再高一点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会不会太起合了 爸爸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别再换下去了 是吗 符合黄金比例分割的现代美学 绝对让你的客户眼前一亮 地球的人类人性太可怕了 机长千万不能得罪他们 妈妈 好歹我也是女孩子 我来帮你化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还是女儿贴心呢 好了 大功告成 算了 看来我的项目要泡汤了 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帮妈妈 不要带着伤疤出门 我来试试 我现在是化妆师哈哈 妈妈的妆容就交给我吧 妈妈 你再相信我们最后一次 蓝蓝哈哈 拜托你们可别再给我 化什么奇奇怪怪的妆了 妈妈 你就放心吧 我们专业化妆师 就是利用化妆技巧 和各种化妆品搭配 让妈妈变得漂亮又精神 先是粉底液 打造健康肤色 再配上腮红 显出好气色 然后是眼线 眼影 睫毛膏 最后是粉色唇膏 绝对完美 天哪 伤疤没了 还这么好看 谢谢哈哈 太爱你了 来不及了 我可得赶紧出门了 亲爱的们 拜拜了 哈哈 作为化妆师 你什么妆都能化吗 那当然 我不但会化日常的妆容 还有很多特殊的妆 也一样没问题 比如说万圣节的下人妆 这也太棒了 哈哈 这个周末 你给我化个最空限的外星妆吧 行是行 不过我还缺一些工具 那没问题 交给我 太好了 要化出科幻电影里的那种特效妆 正需要这样的神奇化妆刷 有了乳胶 硅胶 油彩等材料 我可以通过化妆 让你们变成任何样子 我要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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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看我呢 同学们 我来跟你们解说一下 外星物种的起源破产 嗨 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叫司马晴空的 特意来拜访他 我们得到消息 他是个吹牛大王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来把司马晴空带走 顺便和同学们玩玩 哇 你们到底是谁 装画得还挺像的 嗯 这是我本来的样子 可没有话说 司马 难道他们真的是外星来的 放轻松 我们只想一起玩玩 没想到吧 是我呀 来了 天呐 不通话的也太像了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太不真了 拜托 这可是专业的 这种皮肤 是用皮肤辣 液体乳胶 和发泡乳胶做的 用一种叫做调高的工具 做出想要的形状 然后涂上油彩 就可以有逼真的效果 我一开始就说 这是化妆的效果吧 果然没错 这怪物 一定是哈小龙了吧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太好了 有了这种神奇的工具 我们终于可以拥有 我们想要的形象了 哈小龙 你必须把它偷过来 你有它 我们一定可以称霸地球 好吧 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 老叫我做 天天好累啊 但是太过瘾了 下次万圣节 我们还要化 我们的神奇化妆刷呢 兰兰 你在找什么 真奇怪 我们的化妆刷不见了 会不会忘记带回来了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了 哈小龙 你看到过那把刷子吗 没看到 哈小龙 你怎么不卸妆 我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你们别管我 那好吧 真是小傻瓜 我就知道你还没玩够 好吧 等明天我们再帮你卸妆 只要我们看起来 越来越威风 地球人一定会被吓倒 宇宙的主宰 力量与黑暗的代言人 恐龙之王 降临了 地球人 臣服吧 哈小龙 你怎么还没卸妆啊 哈小龙 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 哈小龙 你真的没有看到 神奇化妆刷 你跟昨天 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我才没答呢 我 我本来就长这样 不跟你们说了 我还有事 昨天 来烂他们玩些小孩子的把戏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对 还是老大英明 我只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演出 才装出来害怕的 对对 还是老大英勇 那是 我司马晴空 我还当是谁呢 哈小龙 你看起来也太奇怪了吧 我不是哈小龙 我是降临地球的主宰 得了吧 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既有哺乳动物 又有鱼类动物 还有鸟类的 想要吓人 你还是先学学生物学吧 老大 你可真厉害 不过刚才 又被吓到了吧 怎么可能 哈小龙 你这身装扮好几天没洗了 太不讲卫生了 会把家里弄脏的 等会儿 我帮你好好刷刷 我连自己都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可是大家 怎么还不怕我呢 化妆和吹牛一样 只能暂时获得别人好感 想要长期得到别人的肯定 靠的是你自己本身的实力 哈小龙 我知道你希望得到大家重视 但是 你不应该用不属于你的外貌 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化妆是辅助 帮我们变得更加美好 出来吧哈小龙 我们理解你的感受 不行 这个外壳太厚了 我出不去啊 别急 我们来帮你 来吧哈小龙 太好了 我们哈小龙又回来了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交给妈妈 只有他才真正需要他 老公 你说我是这个装好呢 还是这个装好呢 哎呀 这个不错 老婆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好 我好 哦 我好 我好